很早前因此报被姓亲的蓝结英,在此事之后再无音讯,本来大家都以为成年往事中会随着时间变成一个解不开的秘密时,香港的媒体却爆出,2号凌晨,一代家人蓝结英,竟在家中报庇的消息,蓝结英的邻居在晚上想去看望独居的塔, 却不料大门紧闭无人回应,并且闻到了异味,邻居连忙报警,等到警察闯入家中猜,发现蓝结英已然回去,蓝结英这些年来在网友的心中,一向就是悲剧的缩影,却不知从他幼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,蓝结英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,因为家中开了大排档,蓝结英自小就在市境中长大, 而蓝妇也性格暴力,经常动不动就对蓝结英,与母亲拳脚相向,此前蓝结英自小就是邻居的友人也曾爆料,蓝结英的母亲有精神方面的问题, 怀疑蓝结英的精神问题是遗传,又年时的经历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,蓝结英在娱乐圈的运势,也到达证明了这一点,一开始的蓝结英并未想要在娱乐圈中发展,而是无聊陪同学考试时机缘巧合下,才进入了当时无限的演员班,蓝结英的美貌与演技,使得她在初期大放光彩, 从初到后的第二部戏开始,蓝结英就已经在剧中担任起了女主角,后来更是一美貌过人,被称为两只舞台山,一时风头无两,在当时连刘嘉宁也只是给她做配角,在她身边演一个小小的丫鬟,可惜蓝结英被赶紧录去从未顺利过,在九十年代时,蓝结英轻心的邓姓男士自杀身亡, 此后蓝结英又被拍到深耕半夜,拭着头发从女郑家里出来,而彼时的女郑众所周军是周慧敏的男友,后来的蓝结英又与富豪正交成交往,当年她送了套好茶给蓝结英,相当豪气,本以为这段感情会很稳定,却没想到最后还是已分手生长,后来蓝结英正在节目中自谱说, 这段感情会失败是因为自己被当时插足的闺蜜下降头了,或不担心,蓝结英又因为与公司争之签约时间被公司血藏,不仅是夜上遭遇了滑坡, 当时蓝结英的父母又接连去世,给她造成了不小的打击,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,蓝结英自己也遭遇了车祸,从此后便已绝不证,精神上开始出了问题,网友们常常能在大街上遇见维米的蓝结英, 后来的蓝结英在友人与政府的资助下渐渐好转,此时却爆出了一段影片,挤满头白霸的蓝结英信口表示自己当年曾被两位圈中大佬强奸, 这段视频虽然引起了轩然大波,不少网友也扒出蛛丝马迹,想要找出当年伤害蓝结英的凶手,可奈何却因为时过境界而不了了之,如今蓝结英已经离开了这个对她不公的世界, 她却坎坷的一生经历,也让小边唏嘘不已,希望天堂中的蓝瓜可以摒弃所有城市烦恼,再无忧愁啊。